歡迎大家收看時事評論,我是Thomas 今天的話題是講基身格 題目應該是怎樣說呢? 世間已無基身格 這句話是有特別的意思 是來自黃仁宇這位歷史學家 他的書叫做《萬曆十五年》 在曾經的章節提到 明朝的大臣,即是他做老宰相 張居正因為過世 所有明朝的改革和心血已經是腐朱流水 所以張居正死後,他馬上被人抄家 他的路線馬上被人改掉 所以有這句探號叫做《世上已無張居正》 背景在十五年有六個人筆 我不足夠說了 說說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位 除了張居正外,就是萬曆皇帝 為何這麼說呢? 整件事與美國現在真是明朝化有關 好了,言歸正傳 基辛格博士走了 所有包括中俄的領導人 都向他表示一個哀悼 尤其是普京和梅德偉傑夫 都認為基辛格的勢去 可以叫他帶走一個時代 但他為何這麼受尊崇呢? 中國和俄國,習近平也不用說了 因為與中國的關係 他是一手執行,不說是提建 一手執行 整件事是說,基辛格如果你看過他的書 就是大外交 他原用西方或者歐洲歷史的方式去解讀這個世界 亦有一本《中國論》 嘗試用西方的角度去解釋中國 不過《大外交》整個書 可以看得到 他是堅持一件事就是 這個世界跟當年歐洲的戰亂 就是當時歐洲有很多城邦分散 就沒有人說台灣得到事 所以叫做中環披合 十足我們的戰國春秋 當時歐洲的外交很尊重一件事就是 平衡外交 不是霸佔外交 平衡就是 就是說大家做到有一個均衡貼 大家都可以有利益 大家都不會走上極端 這個所謂的平衡外交 影響基辛格很大 所以他一直對俄羅斯也好 對蘇聯也好 對中國也好 以美國關係來說 他也希望看到一個良好的關係 所以可能他就不像現在美國的政壇 真的很極端 完全不是基辛格的路線 也不是那個平衡外交 也不是回到古典歐洲的中環披合 一味就說霸權 一味就走角度極端 所以他的誓勵之後 就令人感慨 說回今年7月 習近平接見 那時應該是百歲 他已經來到北京訪問 當時背景是中美外交非常糟糕 但是習近平會見他的時候 都是向他的百歲作促仇 非常友好 中方的領導人 應該說是王毅 這次外交主管的身份 就呼籲用基辛格的外交自衛 基辛格的外交自衛 就剛才說過了 就是不外乎平衡外交 又不要搞到這麼矛盾 不要搞到這麼霸權 完全是翻邊化 那就沒有平衡 翻邊化沒有平衡 整個世界是你的 美國是帝國的 這個先上一陣 一定是很大的問題 這也是中美關係的僵局 為什麼美國遲遲都不肯放棄台灣派 是促成中國的統一大業 如果中國統一大業的話 亞太利基本上是沒有危機 而中國亦都可以和美國 是依然保持過往 即是基辛格的中美關係 那他本書說過 《論中國》叫《On China》 這本書是十年前出版的 他早前就是今年 基辛格為這本書的中文版 十周年作罪 指出他作了《論中國》之後 中美之間的價值觀和歷史觀 依然分別 歐洲是用它們的歷史觀 中國是用它們的價值觀 所以歐洲的歷史觀 就是試圖用西方的歷史角度 去詮釋中國 而中國最重要的價值觀 不是你所謂的西方民主人一票 這些人詳細說 矛盾在這裏 基辛格就是三年兩月說出來 依然大家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是不相同的 所以 在他本書出版之後 沒有改善 兩個國家的公眾輿論 更加分歧 就是說 現在不僅有話語權 中國也有話語權 於是在輿論方面拆出火花 整個對整個中美關係 不是那麼好 但是 我想問一句 既然美國是以願來報我們的德 我們亦都有以值來補回他的願 所以說在大家的關係 有一個不太平衡不太協調的話 這就令他很擔心 尤其是提到 在核武器和人工智能 為代表的高科技時代 兩者都是強國 核大國和人工智能的大國 尤其是中美之間都不知道誰是領先 有人說是中美併頭 有人說是中國領先 不要說 但問題是人工智能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你聽到電話自動回答的那麼簡單 涉及到武器 涉及到戰略的軍備方面 可能造成很大殺傷力 比核彈更加驚人 這方面他就說 中美雙方應該去當時建交的初心 即是求同存異 這才是中美交往的政度 我們一直都是這樣說 這樣堅持 只不過是 美國政壇現在走出的歪風 完全都是 不太理解 首先說 新冠三年抗疫 美國表現不加 死了百萬人 但問題是不停攻擊中國的抗疫政策 認為中國的抗疫政策 動態清零是不人權不民主 掩蓋他們的治療制度的短板 三年 科技制裁中國就沒有結果 製造了一部份的 被任政策搞了一部份的 MID60 Pro 以及發覺到華為有自己做芯片的能力 即是各簡化 所以你完全沒有結果 你救災你救不到 你想人為想 跟對手競爭你又沒有結果 所以 非常之 有一種 怎麼說呢 是說不出的一種 糯米 我用作話說 其實就是 是一種衰落的表象 有人甚至比喻為 明朝化 明朝化不是在疫情的時候說出來的 其實疫情之前 2019年12月 差不多是疫情的時候 爆發之前 或者是左右 不知為何有一個網友 我認為經常有些人對自己不太自信 其實是問 中國人和明朝亡國這個歷史 學到什麼了 這是很明顯的一個很大折奏 即是說 現在我們不就好像明朝 怎知道被一位 著名叫山高遠的網友 調轉回答你 這個問題很有指引性 中國不就好像明朝 明朝的滅亡 有很多因素 最像那個 不是中國 絕對不是中國 這位山高遠先生 網友就說 美國就像當年 看似強大擁有霸權的明朝 明朝是抵國 海拳 或者是 綠權 或者 很多方面 甚至是科技 今天都很先進 不過 體制應該是 不能夠與時俱進 現代化不了 當時中西就已經是 西學東漸了 但是明朝是沒有 跟著時代走 現代化不了 中國 應該是似誰呢 不是似明朝 是似入關的時候 即是未入關 誰入關呢 就是這個呂真 就是那個呂真族 被明朝有壓迫 當時呂真族就是 委曲求善 把這個外族 委曲求善 整件事就說 中國就似滿清 即是入關之前 將會取代美國的一個 新的體制 美國就像什麼 即是 病病病病的 一個明朝 所以說 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需要 衛曲求善 就好像學滿清 或者學了一些真族 出來推翻這個 命朝 這個體制 潮供體制 建立自己的世界別墜 哇 一出來 節奏完全是 相反了 大家拍手掌 就說 哇 很厲害 慷慨激昂 這些說話 就是在中國 其實就是 不一定有市場 你經常說中國是很弱 這些反而 過往來說 你不掌握 你不掌握他們 這些言論一直智障下去 但是這個衛山公園 就完全是 眼前一亮 於是入關論 甚至無影響到 外國的學者都覺得 美國真的好像 就像明朝 說回《韓家報道》 BBC 他當時以這個 民族主義的 的現象 即防他看到 不是親西方 就一定是民族主義 即是他們的兩分法 他的新聞就說 整件事 山高原屋的 背後是什麼 就是中國背後 想告訴你 我們要超過美國 也不會靠你 那個什麼宣傳的價值觀 一切要由中國人 建立自己的世界別墜之後 由中國發揚自己的價值觀 就好像女真族一樣 我也苦你明朝的九二 你這麼欺壓這個女真族 當然我們以漢族的本位 看這個歷史也不是這樣看 但是這個就是 所以入關論 就是這個女真族 不太喜歡這個霸權的明朝 平時也是很不爭氣 自己也做不到一個改革 剛才說過 世間以為張居正 張居正打算把平朝的很多制度改革 因為為什麼 一個帝國 行之以久的話 就不是行之有下 可能很多出現的問題 需要不斷修改 張居正是一個改革派 是一個走正迫路線 當然他也參與很多 宮廷的鬥爭 政治的鬥爭 馬力十五就很精彩 這個就是 由於中國的入關論 很多人就會想起 拜登像不像這個 萬曆皇帝 因為在歷史學家 黃銀宇 北下 他第一章就已經說 是萬曆十五年 當時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說 這位軍主 跟他們的朝廷 就是跟他們的官僚層 鬥氣 抬降 因為他覺得自己 不是可以說了事 什麼都要經過 張典制度 以及官僚的 執行 尤其是爭議在 繼位的方面 於是他很消極 於是皇帝 原來他不是說了事 於是出現了 很台政 即是說 遲遲都不上朝 我不問這些事 你那班CEO 又不聽董事局說 董事局說 我不開會了 你CEO自己搞 你想一下 這個比喻 明朝就出現問題 像不像美國 這個只是比喻 其實美國可能更加差 你看看現在 美國面對兩場戰爭的負擔 俄烏戰士想拖趴俄羅斯 但是現在快要打到第二年 明年2月22日就第二年 俄羅斯的經濟社會開始穩定回來 即是沒有繼續差下去 在看很多新聞 俄羅斯說 無論他們的軍工體系 或者他們的經濟復原 比設想中更加鞏固 普京日前更加說 他一定要勢意保衛 俄羅斯的主權 即是說 你看看反面 他就說 跟西方是勢不良立 我怎樣也要維持 俄羅斯的尊嚴 俄羅斯的主權 誰是壓迫俄羅斯的主權 你說 整個北約 歐洲現在 為了烏克蘭 投資過渡 保兩次軍費 甚至無經濟損失 但是德國已經是 已經有一個工業強國 三兩年就已經變成一個弱國 差不多說 財政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危機 就是說 那個補貼問題 這個就是 總之就是 德國現在是頭頭的碰撞 經濟實力很快很快會拖盡 因為為什麼你指一個 不是有很大的國家 幾千萬人口 你靠這個汽車業 被中國追上來 你說怎麼辦 好吧 俄烏不算了 當美國可以面對兩場戰爭 兩場鬥爭的能量 誰知道已經弄了中東的危機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 而且是這麼人道災難 美國又有負擔了 你見到布林肯 短短時間裏面 三次飛去中東 一個 美國的國務卿 這個大人物 這麼急忙走去中東滑船 可思 情勢是緊急 亦都是非常苟前 那麼 消耗 美國的角力是很大的 比起當時尼克遜 就是面對冷戰指揮 一個對手蘇聯更加複雜 尤其是 我想那次 萬曆十五 為什麼拜登說是萬曆十五 因為他被國會 經常制褶 很多老師說東去港西 你說要撥款就反對 尤其是現在就說有超過1000億美元撥款 當然是要應付軍費 這個軍事開支就是 兩場戰爭 另外就是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下軍費 不成功的話 你良早 都不先行 那麼 美國怎樣去 執行他們的霸權 那個影響力呢 說不通的 那就是1000多億 去到國會 怎知道又有些反華派 就說不是 你這個數目 不是這樣計算的 你應該就是 以色列、福克蘭和印太地區 雖然都是包括在這1000億 但那個比例應該 印太地區應該先行 因為為什麼一定要先對付中國 你可以說到有很多問題 跟這個國會 就是拜登 十足好像萬力皇帝那樣 你的意志不可以避 你們下面去執行 現在 當然 情勢不同 你說這個是民主社會 那個叫專制王權 總而言之 拜登是有苦自己知道 那麼大彎講這件事 美國真是明朝化 你說拜登是像萬力 就說好了他 萬力死了那天 還沒看到明朝的崩潰 距離他 距離女真族入關 還要廿二十多年 所以美國 你說是不是這個萬力十五 我是不是說多了 說少了 大家自己 自有功能去推斷 反正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是顧不到的 不過 總統現象來說 各位網友說 中國要從這個 明朝旺角 拿到什麼教訓 這個簡直是笑話 簡直是一些民族完全沒有自信 對世界觀、歷史觀完全沒有一個正確態度 這些所謂的小民心態 真是很頂不住這些漢似是很謙虛學習的大問題 不斷地沒有自信 因為他走的路線是對的 張舉證是改革 這個明朝 但是 因為張舉證也是這條路線 得罪了很多人 那麼 基辛格就不是了 過百歲了 他的執政期 即他的輝國日子已經過了 不過他的路線依然很影響美國 他曾經是很主力 想著跟中國應該建好的關係 和世界以平衡外交 你不要單面霸權 起碼大家有口吃穩 大家安穩 就是這個平衡外交 你看看大外交有一次 是撕成這個歐洲的外交傳統 但是現在你想想 加拉格爾、盧比奧 逢中必反 沒有理性 是不是 不是說對中國沒有理性 不簡單 是對美國自己也沒有理性 你有什麼角力呢 你的利益會不會有損失呢 你的損失 在哪裡可以彌補呢 你和中美中央一戰 我當美國也有這個底線思維 你猜最終贏的是誰呢 可能不是中國 可能不是美國 所以 你怎麼說呢 明朝就一去不復玩 我也覺得東美關係 是不是可以回到新格局的年代呢 很懷疑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兄弟 再見